在前一小節,我們已經建立好正立方體的一邊A,V 接下來我們還需要一個C點 有三點,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建立出空間中的正立方體 那這裡要留意的就是什麼?C點怎麼得到呢? 如果我們從上面來看,這邊其實是夾了120度 所以我們可以將V點繞著OA軸旋轉120度得到C點的位置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輸入C等於RawT 將V轉120DG對著直線OA這個軸 這樣子我的C點就出現了 接下來我們再來輸入一個CubeBAC 通過CubeABC它就會自動產生其他的六個點 而且目前做出來的這八個點都會位在這個球面上 接下來我們調整一下O點的高度 讓它跟這個SY平面有相交 那要取得相交面,我們就先設一個Z等於0 高度為0的這個就是SY平面 接下來點下3D會圖區 點曲面,兩曲面交會處 先點一下這個平面 再點一下正立方體D 目前就可以看到在SY平面交出來的圖形 為了畫面看起來比較簡潔 我們可以將這個坐標格都把它藏起來 右邊也是一樣 就隱藏下這個坐標格 現在拉動H就可以看到這另一方體 與平面截面在穿過時不同的變化情況 那目前這邊可以動的點是A跟B 所以你也可以去拉一下A跟B 觀察一下不同角度截面的變化 那如果畫面還想要更簡潔一些 可以將這些點都把它藏起來 在右右邊區域 我們也只要留一下那個A、B兩個可動的兩點 其他點的標籤都可以將它隱藏 使得畫面簡潔一些 現在來插取拖動A點的位置 將H上下變化 就可以看到截面的變化囉 我們將代數區關起來 就完成了我們此次的作品圖 目前我們就完成了正地方題 穿越SY平面的情況 鼓勵大家可以再挑戰其他的立體圖形 探究不同立體圖形 穿越平面會有何結果呢